近日有网友发现,BTS的演唱会粉丝直拍影片纷纷被所属社要求下架了 目前被下架的影片全都是战节直拍 既有今年10月底12月初在美国举办的演唱会 也有2019年参加美国音乐会时的影片 所有被下架影片是这样说明的 该影片包含Hype因著作权原因而禁用的内容 据资深粉丝透露 之前也有过防弹少年团翻拍影片被下架的案例 但当时提出下架要求的都是颁奖礼,外国电视台等等 而由Hype直接出面要求下架还是第一次 粉丝表示,战节们并不是把整个演唱会都搬上网 应该不会对所属社的利益造成威胁 而且几年来都是这样做,从来没有遇到过阻挠 事实上,战节直拍一直都是吸引新粉丝入坑的利器 很多路人都是偶然看到高品质直拍 才对某个原本不熟悉的团或成员感兴趣 所以这次的大规模下架,瞬间引起粉丝不满和猜测 Hype是觉得仿弹少年团,粉丝已经足够多,不小心人了吗 为什么做这种落后于时代的事 是不是为了卖DVD啊 可是我觉得只会引起反作用 更令粉丝生气的是 粉丝们曾经多次要求Hype处理黑粉造谣的影片 但Hype始终没有做任何动作 甚至在网上搜索仿弹直拍 会出现一大堆恶意满满的影片 另部分网友质疑Hype本身对粉丝怀有恶意 表示成员都在努力营业 搜索社却亲手关上了入坑的大门 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 爱动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订阅和订阅哦